欢迎收看富甲天下 我是顾富冷 今天这个行情算是震荡 之前跟您各位讲 最近这几天这个行情 就是所谓的震荡小回 震荡小回 震荡小回 因为你毕竟我们台股这边 它已经短线上已经涨了700点 之前也跟各位讲 从16000点快速的反弹到17000 这个本来就是要震荡 你看这边15975算16了 16000到17750 正常17750 这个是整数关卡的正中间 17800的正中间 这个我觉得平常 我之前也跟你讲过 要把那张找出来 就是说这个行情本来就是来到这边 它就是要做一个整理 本来就是要小心 那在10月26号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台股才刚刚落到 1600073点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边我告诉你到哪里 它会反弹 它确实是会 但是它会来到大致上会落在16700跟16750点中间 或者这样子落 那会落到那边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的套劳卖压都落在16700到16800的上面 套了快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不好过去 它不好过去 当然我觉得这一次里面 大盘来到16000 涨了700点之后 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广达人保伟创这些 在哪里 它在 在什么时候 礼拜前两天 就是昨天跟 前天跟昨天的部分 它开始放量 那放量之后 你看广达今天也是在震荡 伟创呢 伟创今天也是在震荡 那光宝科就震的比较快 因为它的那个量 它那个业绩呢 比较普通 那你业绩普通嘛 它就会下去 那业绩好的呢 像技嘉 业绩比较好的呢 它就稍微再次的强攻 大概 现在大概涨了快三个percent 从这边213最低 213 这要开始 走走走走走 走到现在231 234 那10月6号的时候 我也跟你公开的告诉你说 这边10月6号217 我们再次的加码一成 再次的加码一成 就是该买的时候就是要买 因为技嘉本身 它的法说会出来的那个数字 跟它的展望 是对的 是好的 而且从比特币的反弹 比特币我一直在强调 已经来到了3万5千块 那你3万5千块的时候 你就是说我的这个 为了挖矿 靠的是显卡嘛 那你显卡的毛利率 就会往上推升嘛 那你板卡显卡都没有问题 那你AI的应用 也开始准备从今年开始 准备放量到明年去嘛 因为我讲过 AI它不是 我们不是靠AI在活的 我们的电子产品 对于AI来说 它只是外加的 它是我们本来就有在做 NBPC手机都有 然后AI是多一个应用 所以多出货 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嘛 Intel AMD加上NVIDIA 都在做什么 AI的Server 在做AI的PC 尤其在Intel这里 它的AI PC做得很用力 它也在尽量推广 微软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所有的公司 跟新闻题材面 都是在讲这个所谓AI的需求 那你从法说会里面去看嘛 我们有时候在看电子警戏 去看台积电的法说会 对不对 AI需求嘛 3Line PC手机终端 稳定 这就说明了 明年这边 就是说应该说 今年开始的第四季 大概全部都已经持平 好 那持平就很简单了嘛 持平就是 资金面平稳嘛 资金面平稳 再来准备持续的向上 那在还没有开始落底以前 我就说了FED利率不变 美债殖利率下滑 劳动基金 台积电技嘉高通的法说是OK的 那表示说产业面是没问题 资金面没问题嘛 到最近来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在震荡 下一周就是全部的 季报完全公布之后 开始反应嘛 再来就是平衡 再来这个中期就已经平衡了嘛 电磁股反弹 殖利率平稳 资金平稳 再来就是生计 这是我们要来谈的是说 这个是我们国家级的下一个战略 就是我们现在在投资的时候 我讲过 买股票你是买未来 不是买过去 因为技嘉很明显嘛 技嘉 来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在213嘛 那当时213开低走高 213 11月6号 11月6号 对不对 开始慢慢的走 我说 你买在11月6号之前 你当然是赔钱嘛 你买在11月6号之后 如果它一直持续创新高呢 那你是不是赚钱 股票是买时机财 它也是在买一个对未来的看法 如果说你对电子股的景气 对于这个PCNB 还是说AI server的景气看得不好 那你当然可以对于说 技嘉这个我没兴趣 违影也没有办法好 违创也不会好 大家都不会好 那你就卖股票 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看法是正面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制服器 它只会越来越快 在这一次的很多应用层面 尤其在俄乌战场 或者是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 它时不时就跟你提说 要准备用AI去侦测什么东西 AI去侦测地雷 去侦测无人机 甚至于说自动去侦测 某些恐怖分子 它们现在就是必然的 尤其是扯到安全的份上 你如果扯到安全的份上 AI就会一直被人家强调 除了强调以后 大家还会一直赶快要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商机之所在 那更换你看嘛 还有什么AI 晶片内的什么 AI的管理IC 对不对 系列 6415 那我们再来看看6415今天怎么走 6415你看 这边开始慢慢往上 对不对 从这里开始 307 308开始 走走走走走 现在328 330嘛 对不对 今天还是持续的再往上转强 业绩是好的 AI是好的 AI的伺服器都是好的 所以这类型的个股 它们就会开始慢慢的往上攻坚 当然它现在不会攻击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市场上还没有恢复正常 好不好 还没有恢复正常 我认为等到它最后的喷出段 的那个时间点会在11月跟12月中间 然后11月到 应该说11月底到12月中 我觉得最有可能台股会有个喷出段 目前是比较不会 因为我认为这里有一些人 可能在准备上车 这个是选举行情的部分 这是稍微一提 稍微一提 那我们回头来看 钻石投资 我昨天在讲钻石投资 可能有些投资朋友 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去做 钻石投资 除了它是新上市以外 充码安定 还有它没有献股当充 它最好的地方是在做一个 生计的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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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概念 它在投资一些生计公司 透过专利商业授权 对不对 核酸药物细胞治疗 这些东西去投资一些专利 这个专利其实就是某一个 药物的专利 就跟你看核医有糖尿病的 中天胎还有其他自己的 那在这个上面里面我们去观察到说 我今天如果要去投资一个药物生产 原料药也好 生物药也好 这个还是这个学名药 那因为它其实有时候要临床 临床一期二期三期 那要拖个十年以上 那有时候去判断它不容易 那我们就去投资像类似 像钻石生计这类型的创投公司 他们是本身就是制销公司 他们本身对这个产业就非常的熟悉 那既然这么熟悉的情况底下 他们就会去寻找这个投资的标的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 就会比较省事嘛 不用急嘛 对不对 更况它的投资已经慢慢的在回收 它不是说我去投资 投资乱投一通 现在还没有回来 没有它已经在回收了 那可能在 有的时候在这个所谓的产业面上 或者是说在这个业绩上 短线上我们看不到 可是在很明显的 在很明显的 在生计展 生计展我觉得 在对于它自己的子公司来说 集团内一定会有好处 比如说像中天的集团 还是合一嘛 人家一定会加减赚钱嘛 对不对 更况你看 对不对 这家公司你看 跟谁合作 维生态产品 皮肤维生态 慢性鼻豆炎 去申请美国的药证 然后旗下的子公司跟美国细胞业者 这个我也不会念 好不好 但是它是股神巴菲特的公司 这家公司 人家很努力的在做 而且它去跟巴菲特投资的一家生物公司 做一个合作 然后自己的药也在申请美国的药证 那表示说它的业绩的部分 在这一块 在这个区块 它就会开始陆续的进来 那你想想看 它现在股价在哪里 它股价在底部 下来整理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整理了三个月的时间 最近这一个月才开始放量 这个20个加一日开始放量 昨天收上下引线 今天是黑的 今天是黑K棒 我们在投资上面 我讲过了 我们我也不会跟你 反正我现在盖了 我明天就会跟你讲 我后天就会跟你讲 所以我只是在告诉你说 我们不是在跟你呼吵 也不是随便没有东西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 有兴趣你注意看这个 它自己做的生计产品 它可能是代工的 但是不管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外面 SAVEN都买得到 对不对 我不是广告它了 这家公司它就做 对不对 再加上说你看10月底的 这个所谓生计医疗展 智慧医疗 精准医疗这些 但最主要是中东跟东欧 我一直在强调中东跟东欧 我一直在强调中东跟东欧的市场 尤其是这个市场 东欧人口数也五六千万人 加起来也快一亿 他们之前都跟中国做生意比较多 那我讲过了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里面 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中国就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以后大家在合作上面 就会比较保守 那台湾本来就是跟中国有点距离 我们跟它有点距离 本来是好好的 就人家就 那个洗衣尊就有点发疯 没有办法 那我们只好自己做自己的 所以东欧的生意 你不要小看它 我觉得未来它会越来越强调 这个区块 他们也跟台湾现在目前 也接下很多的市场商 中东更不要讲 中东跟东欧 大家都以前中国一直在积极 进行这两个地区 现在都来台湾 首次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会来带来一些生意进来 而且这一次是由生计医疗 那你生计医疗以外 你说这么简单吗 就在买买药 不是 他来看那个AI的医疗 我们台湾很多医疗团队 都在东欧 都在中东帮助人家做疫诊 我是讲真的 医疗团队里面去帮人家做疫诊 他自然而然就会接触到一些医疗器材 AI侦测的这个所谓的照相 或者是说X光片 还是说什么超音波 用AI去筛选 看那个病例 可能有时候医生要看几百个 几千个病例 太慢 AI筛选比对比较快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块 这也是未来的商机之所在 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 它会在下个礼拜 慢慢的很多报章杂志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那出现了以后 大家又会回头去讲生计公司 比如说反而生计很多 太多了 因为我刚刚讲中天跟合一 还有钻石投资 这个只是一个集团 一个集团而已 太多 他们公司真的太多 那有时候时间不够 也没办法跟你讲那么多 那我们中间这边又需要时间又大 又需要休息 那广瓜后回来以后 我们再来谈 维影技嘉跟伪创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前部现场 我刚刚跟各位讲了 技嘉 并不是因为它今天强势 技嘉 真正的 我觉得它的真正的成长 会来自于它的显卡跟板卡 显卡跟板卡 现在在出新版的AIPC AIPC是现在才在提 但是它已经开始把晶片整合到主机板里面去 它为了强迫你去用它的产品 所以它AIPC一定会推出来 Intel Dell一定会丢 技嘉也会跟上这个脚步 再加上说比特币已经三万五 因为比特币现货要出来 比特币现货即将上市 它的那个股价就 比特币的报价就会为在三万五 大家就会有兴趣再去挖矿 那现在新版的挖矿 也会利用AI的这个所谓的管理 去做一个什么散热 易冷式散热 还是说比较环保的散热 我觉得这个就是新的 次世代的挖矿的商机 板卡厂都会有受惠 比如说立台 清云 违星 技嘉这些都是 我只是列举技嘉 我个人比较偏好 那违印创新高再拉回来 合理吧 创新高拉回来 合理吧 好 AI PC AI Server 对不对 AI Server里面前面有跟你讲过 AI里面它有接到微软 还有接到Amazon 还有接到这个Meta的这个Server的单子 那你AI转型的话大概就是会找它 就找违影 这个是不用讲的 那违影的母公司是谁 违影就是伪创集团 伪创集团就是违影 对不对 伪创虽然最近的压力比较大 但是你看昨天20万张 今天13万张 这个都是粗量 当然跟前面没得比的 前面你真的要突破这个区块 你要30万张 或者你连续性三天 都维持在15万张以上 它需要量滚量 它才能够突破 但是至少整理嘛 整理嘛 你说好啦 我不突破 因为它突破也不好 为什么 它才一突破 卖压就来了 卖压就来了 但是它如果横向呢 很棒棒 它如果横向 我认为横向最多再给它 10个交易日 它可能就可以不用那么大量 就可以很轻松的带过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趋势啦 就是所有的AI的 就是伺服器电子五个的部分 你看像广达也是一样嘛 广达它也是来到这边 再来它的压力也会慢慢大 它只要碰到季限 压力就会变大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前面的人 已经套了50天了 50个交易日了 套了两个月 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会烦躁的 烦躁看到股价 靠近的它就想要卖一下 这个人之常情 就也不能说哪里不好 哪里好 就是说我们买卖股票 是要看时机的 看时机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技嘉你要去买 买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点嘛 你买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会比较轻松嘛 不要说 当然有时候你觉得说 多拉吉跟涨停板很好啊 可是因为技嘉本身前面套牢那么多人 他要怎么样去快速涨上去 这个是有点比较难的地方嘛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不是在技嘉身上其他的呢 其他就会快一点 比如说生技里面 生技公司里面就有很多筹码很安定的 他就不容易受到干扰 对不对 我讲过了嘛 有些大型股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有些小型股为什么要做 一样 这家公司 对不对 美国的药证 旗下的子公司还跟美国细胞业者 对不对 做一个签署协议 这家是华伦巴菲特投资的嘛 至少人家眼光不错嘛 他的眼光也很好啊 会跟他合作啊 对不对 明年要开始药证嘛 是不是 那钻石投资呢 人家是生技的新创 生技的创投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买哪一家生技公司 买他就好了 是不是 筹码安定 他又能够在这一波里面的 所谓的生技展 至少人家会去做投资 我讲过了 我们在做生技公司的两种 像钻石投资 你不要把它当做断线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断线 因为你会很辛苦 你买人每天指望他涨底板 那你不如去找 已经公开了 永日这一种 永光这一种 甚至于说前面在很强的三晃 对不对 三晃它不是生技 但是它是化工 也一样 因为化工生生技 这种是属于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一种的只要筹码安定 它立刻就飙上去 但是你飙上去的时候 你也要小心 比如说电影投控 飙一波一百块以上 告诉你不要再买了 我们在做避险 对不对 最近有涨到哪里去吗 也是没有 很多人在讲说PCB 这个所谓的车用应用怎么样 车业绩怎么样 结果你去看看 所谓何事 对不对 这边在讲它当然也有讲 这里它讲得更凶 所谓何事呢 对不对 他们是想做什么样的动作 你要去思考 你真的要去思考 股票市场里面 我说了 买卖股票 就只是在买未来 当它业绩OK 但是它已经上来的时候 你买的是什么 你是帮人家买它的未来 还是买你自己的未来 你是买人家的未来 你帮别人买未来 还是帮你自己买未来 我觉得你好像听不太懂 帮人家买未来 你只是帮人家抬轿而已 人家出货丢给你 人家在旁边数钱 你帮人家抬交 这就是帮人家买未来 我们技嘉是有证据的 那天最低213 11月6号 我买加码在217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知道 投资价值浮现 差一点点 这个而且是 我讲过买未来 因为我看的是板卡的未来 看的是显卡的未来 看的是未来的 这个所谓AI的笔电 它所能够带来的效益 而且技嘉它本身 除了做制服器以外 它还有很强的液冷系统 最近很 齐鸿之前也是大涨 对不对 现在也是回答 因为它是AI 但是液冷系统 你不要忘记 它有冷却系统 它也是做server冷却系统 股本63亿不大不小 它的股本比 钻石投资还小 钻石投资的股本是85亿 钻石投资的股本是85亿 钻石投资它是生计创投 它的股本比技嘉还大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稳定度有多高 技嘉是小型 但是它就是没有在扩充股本 它就是很认真的在做它的板卡 跟笔电的生意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电竞笔电 也在玩电动都知道电竞笔电 还有我们在买显卡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指定某某显卡 这个电脑玩家一定知道 因为品质的问题 就是它稳定度的问题 稳定度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电子股 我们看的是我能不能有用到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得到 一般人都用得到了 那这类型的公司股价掉下来 未来又要成长 那就可以买 为什么 生活上你就常常用得到 看得到的 这类型的公司股价一定不会太弱 就那么简单 其实AI为什么后面会好 你每天都要用 你其他GDP虽然现在有点小问题 但是你以后未来你看 你大学生上课写论文 用AI辅助 还是你找什么东西 用AI去帮你 我觉得这是个大趋势 这未来就这样讲 还有不要忘记 这个我突然想到 苹果的Siri 它也是AI AIPC AI笔电 在AI的Server 去想想吧 苹果的Siri会怎么样走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